等一下 OK 等一下 我想问大家 你们真的相信 祷告是能听得到神的声音吗 如果你们相信的话 帮我在留言板上写1 然后如果你还不是很相信 你帮我写2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 你觉得你不知道 你就写3 看一下 11111都是1 有没有2跟3的 没有关系 都是1 大家这么属灵 好祝福大家 今天我们讲到结束 没有啦 好1 2 3 开始有人来乱 OK好 好那我今天 跟大家分享之前呢 也想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那我读给大家听 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 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 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 使你们真的知道他 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知道他的恩招有何等指望 他在圣族中所得的基也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 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 所显的能力是很浩大 这是以福所书的经文 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主要就是祷告你的圣灵 现在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家中来运行 即便我们现在在线上祷告的方式 但是我相信你的圣灵是24小时 随时与我们同在的 主要我也祷告你来透过孩子的口 你来传达你要说的话 主要你把你的话语真的是照进每个人的心中 主要你带下那个盼望在他们的心里面 主要你也在他们的祷告里面 也来回应他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 好我们PPT开始之前 刚刚你们不是都说相信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个动物的影片来看羊是怎么听 那个他牧羊人的声音 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你们这一样 有个人吗 可以分享一下 ooo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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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T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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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Brendan Oh my god 我的天啊 Oh my god This is amazing något除了 你害怕他嗎? 對,運輸讓他離開了 我的天啊! 那是酷了還是什麼? 我的天啊! 你會不會再同樣的同樣了 我的天啊! 等一下,我再打開一下我的PPT,稍等一下 就剛剛你們看到那個影片 你們覺得神有一句話對我們講說 我們的羊 就是我們是他的羊 然後他是我們的牧人 其實是我們是真的能夠聽得到他的聲音的 然後所以這也是為什麼神會給我們啟示 經文上面說了什麼呢 我們大家一起在各自的空間一起說話 我的羊聽得我聲音 我也認識他們 他也跟著我們 這是真的,我以前可以跟你們分享 以前我,我們家不是有羊馬嗎? 那時候我們家全盛時期是三十多隻馬 然後加上七隻狗 我基本上每天放學回家 我功課就不寫 我就會去馬丘裡面 然後開始跟他們玩 然後包括我們家那七隻狗 也是會這樣跟他們 然後後來到每個禮拜六日的時候 都是我們營業的時間 然後就會有客人 然後會進馬丘 就是這樣走來走去 可是他們就會沒反應 可是如果是當我 或是我爸 我們的家人 走進馬丘的時候 他們那個馬蹄 就是會這樣子一直磨地 因為他們知道是我們來的 他是聽我們的腳步聲 然後也是聽我們的聲音 所以他知道說我們來的是有的東西吃 就是很現實的動物 有吃他就回應我們 但是是真的 所以剛剛給你們看的影片 是想跟你們說 我們是真的可以聽得到聲的聲音 那第二個經文就是說 葉二華呢 他是與敬畏 我看一下有誰留言 我的狗聽的是我和我爸的聲音 OK好 OK好 第二句經文就是葉二華 與敬畏他的人親密 他必將自己的約指示他們 所以其實從這兩句經文 能夠看得到說 神是很樂意跟我們說話的 甚至有很多的經文 鼓勵你們可以去看詩篇 詩篇有很多的話 其實就是神 他在跟我們說話 然後詩篇 我記得有一章是在講說 神對我們的意念 如海鯊一般多 然後也如天空的星星一樣多 就是其實聖經有很多經文 都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天父是 樂見於我們分享他的 OK 然後所以 我們大家就會開始好奇嘛 那神對我們說話呢 會有幾種方式呢 常見的就是 有可能我們看到了畫面 我不知道大家有時候 在禱告的時候 會不會聽到我常會講說 我看到一個畫面或是什麼 然後是有時候可能 有些人的方式是做夢 然後聖經上面有人說嘛 少年人要看意象 老年人要做一夢對不對 然後第三個 有可能是意念 就是有可能 你飄過來了一句話 你覺得你很知道那句話 真的不是你想想象的一步 不論是一句話 或是一個詞彙 有這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 第四種方式是感受 比如說我感受到神的同在 然後我感受到葉華的平安 然後聖經上面 你也常常看到 我們遵行神的話 與遵行他的指示 他必賜給我們平安 那這種就是一種感受 那最直接的其實就是聖經 聖經真的很直接 我給你們看 聖經有這麼厚 都是神要來跟你們講的話 所以如果你剛剛前面的 你都說我感受不到 沒關係你就去看聖經 我相信你看 神一定會告訴你 那第六個的話 就是通過人啦 有可能是你的牧者對你說話 或者是你在今天的主日 主日分享 或是別的主日當中 或者是一些人的見證 他們的生命故事當中 你會透過他們的故事 來就是來聽到神的聲音 那麻煩大家 留言區回答告訴我說 你們最常的領受神 跟你說話的方式是什麼 然後你們可以互相 讓大家知道你們常常的是哪一種 OK 好 然後再來就是說 大家就很好奇嘛 那我剛剛那六種方式 或是甚至有更多的方式 我要怎麼知道 是從聲而來的聲音 那我今天會邀請李萍還有哲偉 我們來演一個小小的短劇 有出現嗎 OK 好喔 等一下 那我會先以我再搞他們的身份 那開始來跟我一起演戲 好預備開始 現在主耶穌我要禱告我的人生的方向 我要求我的人生要是一個人生勝利主 我要變得很好 你不用擔心你的未來 你要人生勝利主 你是不是我的寶貝 你就是我手中的工作 所以我都會 所以你是要靠一個你看不到的東西 你要相信我 來 我相信神 你覺得你未來是神 我的未來 但是我相信你啊 我相信我神 天啊 你相信我是嗎 好多聲音不管了 主耶穌你說我相信你的未來 你相信我相信你的未來 可是有一個聲音說我不相信 不相信好亂喔 我不知道要聽什麼聲音 OK好 謝謝你們 OK 所以其實我想通過這個的 大家有沒有剛剛覺得其實很混亂 有時候我們常常在禱告裡面 我們會聽到有很多的聲音 我們有自己人的聲音嗎 就剛剛我說我要成為人生勝利主 那後來又有天賦的聲音在裡面 那這當中又有 又有仇敵的聲音 可是當我們禱告的時候 一次聽到這麼多聲音 我們沒有去學著分辨 我們就會只抓住一些拒絕 比如說就可能我剛剛的例子就是 我抓住我人生要成為勝利主 然後但是又覺得好像有點不安 可是我又聽到神說 他是我的寶貝 就這些全部混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不知道要怎麼做 或是有時候可能會走偏 那我們就今天主要也會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要怎麼去查驗 從神而來的聲音 那第一個的話很明顯的 就是我們要去查驗 他是否與我們的真理是相違背的 那其實在介紹之前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是神對我們說話有兩種方向 一個是叫Logos 它是古希臘的用詞 然後Ray Ma也是古希臘的用詞 它是話語的意思 那Logo跟Ray Ma不一樣 就是Logo它是有點像是一般性的 比如說被我們每個人說話 對每個世代來說話 它的真理是不會變 那無論是在任何的文化 在任何的處境 以及在任何的國家都是合適的 那舉個例子就是 比如說要孝敬父母啊 夫妻一體啊 我們要彼此饒恕啊 因性稱义啊 耶穌拯救我們啊 這些都是叫Logos 它是一般性的 那Ray Ma的話 它是比較像是 神在一個特別的處境 針對對一個個別的人說話 神的話只對這個人 或是這個處境 或是這個時間點是有權威性的 並不適合 不適合每一個人 比如說神跟你說 你要搬家 那搬家 聖經上面也沒有講 那神也不可能說這個搬家 是全世界的人都要跟你一起搬 它不適應在每個人身上 那所以我們 好先跟你們講完這個概念 然後你們帶這個概念 再去想 再接下來我等下要講的一些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先看嘛 有沒有跟真理的聖經 就是聖經的真理相違背 因為很多時候啊 我們會發現很多的決定 或是很多的感覺 都是我們自己主觀的經驗 所以聖經是一個 很好查驗的方式 那也不是所有的感受 或是不是所有的話語從生而來的 所以這方面是 我們真的要熟讀聖經 然後真的 常常花時間在聖經上 我們就能去分辨 哪些是從神而來的真理 那哪些不是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所聽到的這句話 它帶出了一個神怎樣的性情 就是你聽到這句話是帶給你盼望 帶給你平安 還是帶給你是偷竊殺害跟毀壞 那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要去明白神怎麼樣的性情 那一樣我們也需要花時間去認識神 這邊可以跟你們舉個例子 我前段時間 在教會的時候接到一通電話 然後他是說他是健保局的 就打電話跟我說 教會的健保現在欠費 他是用那種餘域機器人的方式進來 然後他就說 詳情請按1 我就按1了 1按下去之後 是一個自證腔圓的女生在跟我接 所以我一開始也沒有想太多 我想說應該是健保局真的打電話來了 他就說 他第一話就說 你們這邊欠費 那我幫你了解一下 你可以告訴我你們的法人名字 還有告訴我你的統編號碼 還有你的帳戶嗎 你們教會的機構帳戶嗎 我要查驗 可是我聽完以後就回了他一句 是條件反射回他說 誒可是你們健保局不是一般上來 都是直接跟我要那個保險證號的嗎 你為什麼要這些 他就把電話給我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我反應會這麼快 是因為我經常跟健保局打交道 經常在給 到次我要去講一大堆 他們一句話就是跟你講說 你直接把保險證號告訴我 他不跟你要別的 他只要這個 所以是我們一樣跟神相處一樣 當我們知道他是個怎麼樣性情的神 當我們了解他的做事風格 我們就會知道說 哦原來這這個是神 然後這個不是神 這是很重要 那第三就是我們聽到了這句話 我們去做了以後 我們結出了什麼樣的聖靈的果子 那聖經上面有講說 那聖經上面有講說 如果我們聽從神的聲音 我們就能看得見聖靈的果子 聖靈有九個果子嘛 那特別是平安會在我們身上 因為在菲利比書四章九節有說過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 所領受的 所聽見的 所看見的 這些事你們要去行 賜平安的神 就必與我們同在 那反過來講 我們現在聽到一個聲音 如果當我們聽從了恐懼的聲音 我們帶出的是什麼果子 我們聽從了憤怒的聲音 我們又帶出的是什麼樣的果子 我們聽從的是欺騙的聲音 又帶出什麼樣的果子 對這留給大家可以去想 那第四個就是我們聽到這聲音呢 他又帶出了一個怎麼樣的旨意呢 對我今天也是在想那個旨意要怎麼講的時候 很感謝我的神退友 Catherine小姐 傳了一個經文給我 就開始讓我比較 在那個經文裡面去尋求神的意思 然後就能知道怎麼跟大家解釋這個意思 比如說像講說 耶穌釘十字架這件事情 大家會有沒有發現說 彼得的反應是什麼 他說主啊萬萬不可 然後但是就是對那個彼得來說 這是一個糟糕的計劃 他是反對的 無論耶穌說多少是十字架 他就是不能接受 他也不了解 那對於希臘人還有羅馬人來說的話 他們是非常對十字架是嗤之以鼻 因為在過去的文化背景當中 十字架是那些萬惡不赦的犯 為那些罪犯預備的事情 所以不論你犯了什麼滔天大罪 那個羅馬公民是不會上十字架出事的 他說所以他們心裡面是沒有辦法接受說 你又說你是一位神 然後你又遭受十字架刑罰的神 他們是不能接受 那對猶太人來講也是一樣 猶太人他不能接受十字架真理 因為在舊約上面也有說 上十字架是遭受主的 你們可以看那個生命禁21章 可以看到這方面的那個背景 所以他們都認為說 怎麼可以啊我們的神 不可以上十字架啊 上十字架是遭受主的 所以有沒有看到耶穌十字架的真理 他不只跟我們人類智慧是相抵觸的 也跟很多專研聖經的學者 其實是大相禁提 可是兩千年後一天 十字架仍然是我的奧秘 可是我們只理解這部分的真理 但是耶穌他說什麼 耶穌他說 如果這一杯是天父你來的 是你的旨意 那我就喝 但是不是的話 你也挪去這一杯 但是如果是 我是願意喝下去的 所以他是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 所以我們在聽到那些話 有時候也要去想說 哎神你在這些話上面 你要你的心意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也很重要 那最後一個是 當我們經歷這一些 我覺得很重要是我們裡面 當然要有個謙卑的心 我們要可以去找我們的屬靈夥伴 或去遮蓋我們一起去查驗 我為什麼講到謙卑的心 是因為我們當然會聽到神的話 比如說包括我 我到現在也有可能 我會聽錯的時候 所以我不可能說 我百分之百都是對的 哪怕我跟別人發育言 我也會問他說 哎你對你來講 你覺得聽完這句話 你覺得是這樣嗎 所以我們要個 常常有個謙卑的心 來到神面前 那同樣的 你領受一些 比較大的方向 比如說 有些的印證 或是說神真的有一天叫你說 你要賣掉你的房子 要你搬家 要你幹什麼 然後或是你的婚姻大事 或是你在一個團隊當中 有個大起事 神是不可能只告訴你一個人 他也會告訴你團隊裡面的其他人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可以一起來到 你去找你的團隊 去找你的屬靈夥伴 遮蓋木澤 去找跟他們說 哎你現在聽到什麼東西 當我們一起來幫助你 一起來查驗 那我們多個人 如果像我相信 如果是神 真的是給你的啟示的話 不只是會一個人感動 特別是在我只是團隊性 在這種情況下 OK 那聽完這些啊 你們會不會就覺得說 哎我這些可能也試過了 剛剛不是那種方法嗎 果子 先看是不是違背真理 我們先一起複習好 是不是違背真理 再出怎樣的性情 然後結出怎樣的果子 以及再出怎樣的旨意 還要找夥伴遮蓋 那為什麼我做的這些 我還是覺得我領受不到 對了 因為我剛剛提出的都是一些方法 它是幫助我們的一個方法 它並不完全 那很多時候會讓我們心裡面 領受不到 是因為我們覺得 好像我套路這些的公式 我的領受就會是對的 或者是套路的這些公式 就是安全就是safe OK的 那我接下來就要講說 我們當我們領受不到啟示 通常會有一些情況 就是 一我們是不是自顧自在說我們的 像剛剛我跟哲偉還有李萍 我們在演的那個小短劇一樣 當我只自顧自的說 我都不去聽神的聲音 然後在那些混亂的裡面 我當然聽不到神 我聽到神就是那種信號很薄很薄 你知道嗎就是那種像 那種電流是直直斷了一下 那王 你 就是這樣的 一下下 一下下 我完全聽不到神在說什麼 我只自顧說我自己的 第二就是我們是否願意花時間來等候神 我們通常 祷告的時候 是不是 主耶穌我要怎麼 怎麼樣 啪 就把這個祷告電話掛斷了 我們沒有 花時間來等候 第三我們真的在祷告裡面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在乎過我們天父的想法 我們有沒有等一下問問他 哎神啊 那你怎麼想的 第四是 是否只是我們想 只想要自己想要的東西 我們沒有去 就是剛剛跟第三點有個像 我們沒有去想到天父你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只覺得我就是要我現在要的東西 以及第五個是 我們是否限制了神的作為 就是 比如說像我剛剛講到神的旨意 當我們不了解神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的神應該要怎樣怎樣的來 拯救我們 不是釘在十字架上 可是這就是 出於我們人類的大腦 去限制神的作為 那我今天主要會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祷告的動機上面 開始變味了的故事 以前祷告的時候 跟神還蠻甜蜜 就很久以前了 剛信主的時候 以前跟神祷告會很甜蜜啊 也很享受 然後那時候像極的愛情 可是呢 自從我變味之後呢 就像極了阿拉丁神燈 有沒有人曾經把祷告當作像阿拉丁神燈 你可以在我們聊天室 抠一或是講任何的話都可以 大家皮脂敞開好沒關係 我也來一 我曾經有過這樣子跟大家坦誠 對我先會講這個是因為我 一開始 我開始聽得到神的聲音是在2016年 然後我開始在很多很多的小事上面 開始有些的印證 但我今天因為時間不夠多 沒有辦法去展開去細說這些的故事 那開來當我開始印證說 喔我聽得到神的聲音耶 然後那個驕傲就出來了 開始就覺得哇 我是那個大先知 我都能很多東西都能夠應驗 然後我就開始變了 那個動機就變成 我把祷告開始當作成追求人生勝利的方式 還有追求個人欲望的方式 而不是再也不是親近神的 所以那時候我的禱告開始變了 我就是說 喔神啊我想要去某某銀行 你帶我去 然後或是 喔神啊我這個月業績完成不了 你要來幫我 就是只有在這種時候緊急關頭 我才會來禱告 但我已經把我的神就是當作阿阿丁神的 然後甚至曾經有一些 蠻荒謬的一些禱告 事後可以跟你們分享 因為今天真的沒有時間 這很荒謬 然後就開始把神就當阿丁神的 我求的東西都亂七八糟 那後來當 我也經歷過人生的 就是曠野期 是在我的2017年到2019年的這段時間 不同的事情讓我跌到了曠野裡面 那一開始是 我覺得那段時間神開始在調整我的禱告 然後開始調整我的眼光 開始調整我的一些的心裡面的想法 我開始有點 開始那段時間其實我聽不到神的聲音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一直把我自己心裡的 因為我心裡聲音太大了 我一直把我的聲音當成的是神的聲音 那過程當然也造成了很多 有很多誤會 比如說 現在有在群裡面那個三個我的好朋友 我也曾經有跟他們起過衝突過 就是自己聽錯聲音了 然後誤會他們 那也有起過衝突 在2017年底吧 還是2018年初 對 辛苦你們了 I'm sorry 然後 開始在這些過程當中 我發現原來那些聲音 不是從生而來的 原來我的聲音大過了神的聲音 然後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那段時間我 我不是一個特別主動向人尋求的類型 以前的我啦 現在不會了 所以後來我都在自己的摸摸索索當中 發現說 原來神的禱告是要來親近我們 那我怎麼知道的 就是我看聖經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前面會有兩個經文 我記得那個是在我的靈修筆記當中有出現過的 開始神就用他的聖經來對我說話 於是我開始就跟神說 就是開始我的轉變啦 就是 我開始就變了 我跟神說好 我放下我自己 那我以前 我以前讀經很誇張喔 就是 比如說聖經打開 比如我今天的進度 講到是列王祭上 然後 我就會禱告一個心理的事情 比如說 神啊我的工作 你要給我的方向是什麼呢 然後我就會看完整個一篇 比如說 列王祭上21篇 我看完 我就會去選擇一個 我比較想要的經文 然後說 喔這就是神你來回應我的方式 這神你要來回應我這件事情 所以 我鼓勵大家就是不要像我這樣 跟你們講我的跌倒史 不要像我這樣子禱告 那我後來開始跟神說 在禱告裡面 我變化的是 我說我不再 禱告的時候 每天的讀經 我不再說求任何 我先不求我任何的事情 我說神那我就來聽你 你今天透過這個經文 你要對我說什麼 因為我以防萬一我自己 又求了什麼 然後去抓那個我想要的經節 那在這樣的操練當中 就開始第一天神也沒說什麼 第二天神也沒說什麼 那開始三四五就多起來了 所以多到那時候 我寫的靈修筆記是滿滿的 就是寫不完 每天都有神對我說話 我還有兩三本 在大陸那邊沒有帶過來 然後現在有一本新的 就是寫的滿滿 所以其實也想跟大家講說 如果我剛剛講的六種 聽到啟示的方法嗎 如果你覺得意念啊畫面啊 我也不是一個經常做夢的人啊 那我怎麼聽神的聲音 就跟你們說 聖經 就去看他 還有這麼厚 神每一篇每一句 都是對你們說的話 那時候在我的低谷裡 我覺得聖經是 神留給我們世界上 最美好的情書 他在裡面 真的是有很多說不盡的話 要來對我們講 對大家可以去 真是可以去好好看聖經 那後來我還有一個轉變是 我以前禱告 比較多是自顧自的講 因為我沒有什麼耐心 我沒有辦法像 我是真的很羨慕佩服 別人可以禱告八小時啊 一整天啊 無時無刻禱告啊 因為我的大腦裡面 除了禱告我會想 我會去思考人生東西啊 就會去想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很難 然後那時候我也跟神 下定決定說 好老娘今天就是跟你拼了 我就在房間裡面等你 等你一個等你 我不管等多久 就是要等到你的聲音 那時候我一開始禱告啊 10分鐘 沒有 我就繼續等 等等等 15分鐘 20分鐘半小時 45分鐘 我記得大概等到一個多小時吧 我就聽到神 對我的啟示 然後我就 神那時候就跟我說 孩子我不是不跟你說話 我不是不跟你說話 是我想跟你說話 你都聽不到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哇 好慚愧 就猛猛哭 原來我都沒有再花時間等我 神光是為了要拯救我 他等了我20年 但是我卻連一小時 那種我都不願意給他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是 心態上面的 開始的一些的轉變 我發現哇 神給我的啟示 反而是越來越多的 然後也在我 我開始去服侍人的時候 我覺得神反而會給我更多的啟示 那我這個話就是要講到是 我們個人都屬靈恩賜嘛 我們其實越把我們的恩賜去服侍別人 神是很樂意跟你來說話 然後甚至通過你去對那個人說話 那我曾經 跟 我也是跟雨玲啊 跟少軒牧師師騎師母啊 還是跟小韓 我們在同工的時候 好幾次為一些弟兄姊妹服侍 祷告的時候 就是很源源不絕的 會有一些神的話語進來 然後我經常 我記得那段時間是 跟小韓在辦公室會驚嘆 哇 神你真的是無所不知 反而是在服侍裡面 我們更敬畏神 更知道說 哇神你的心意原來是這樣 然後那時候神其實 給我們的啟示真的是超多的 你就算不想求 他都在服侍裡面給你 為什麼 有顆願意去服侍的心 所以祝福大家 願意去一起來服侍神 OK 那這是 這主要是我個人上面的一些 生命的轉變 那我也真的在這些的轉變當中 覺得蠻調整我的 我覺得 從過去的 聽到神的聲音開始的驕傲 變成知道說 無論今天這聲音我聽到還是沒聽到 我都是從神 都是神他給的權柄 而不是我多麼厲害 然後也調整我一個 我願意謙卑的心到他面前 無論聽到什麼聲音 我不拿這個聲音去斷定別人怎麼樣 或者是我不立刻認為這聲音就是什麼 我是願意花時間去拿這個聲音 無論是禱告讀經查驗或是甚至去放著 然後讓神來去應驗這一切的東西 然後去來告訴我 所以我願意給神時間 而不是要立刻馬上現在 那我今天的訊息 其實差不多就到這邊 然後但是很想鼓勵大家 你如果心中 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 就是還是沒有盼望啊 我為什麼會領受不到神的聲音 其實很多時候 你們聽到我剛剛生命故事會發現 很多時候是人心的問題 心開始一不對 就會整個焦點就會改變 所以回到剛剛一開始我們的主題經文 大家有沒有發現 導羅的禱告其實蠻不一樣的 就是他一直在禱告我們要來明白神 所以第一個總結幫你們總結 就是第一個我們要來明白神的心 我們不要效法 大家一起讀好不好 即便我可能聽不到 我們一起讀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 然後叫你們查驗何為神的良善 存全可喜悅的旨意 那我覺得在這當中 我們也看到剛剛的那段經文 發現是保羅為弟兄姐妹祈禱的時候 跟我們祈禱非常不一樣 保羅是在靈裡面祈禱 他看到的是在神裡面 最重要的祈求是什麼 他的焦點不是在於那個處境 啊神你要挪去這個處境 或者他的焦點永遠是在於 祷告讓人 祷告在神的裡面 這才是關鍵 當我們越去明白神的心 我們便不會因為環境啊 然後結果不如人意而失去了盼望 好像失去了方向 那有時候我們又會說 我為什麼常常都覺得 自己好像不曉得神的事情啊 我好像也不曉得 神你的心意是什麼 其實這個很多的時候是因為 我們裡面的那個自我 我們的裡面的那個老我的聲音 仍然很大 所以我們要第二個是 我們要除去我們的老我 真是要跟神禱告 這個除老我真的太難了 只能是神幫助你 興起一些環境 除去我們的老我 完全降伏在神裡面 那我們一起來讀這個經文 如果照著他的旨意求什麼 他就聽我們 這是我們向他所存 坦然無懼的心 那在當我們願意去敬畏神 我們心裡真的是知道 神是那個我們一生要敬畏的 然後我們的自己 就會降伏在神的面前 如果人的自我降伏在神的面前的話 他就能領悟更多屬靈的事 所以保羅有沒有看到 他也是在禱告說 他禱告要讓我們尋求到這些智慧 然後讓我們能夠提升我們的領悟力 這也來自說我們的生命 要必須先降伏在神的面前 當我們先降伏 我們便不再會去控制神 去控制一切的結果 要令我們滿意 我們就會敞開我們的生命 讓他來做工 我們也不會求我們人生要一帆風順 那比如說就像是 有時候禱告啊 我們禱告平安 當然因為可能我們裡面有恐懼 我們平安 但是我們的這個平安 不是要來斷定說 今天的結果好像不如我人意 不如我意就叫不平安 而是不管這個結果如何 你都知道你走在神的道路上面 都知道平安 或是說你今天遭遇一個環境 當然我們也會很不舒服 然後很痛苦 可是當我們去明白神的心意 我也完全的降伏自己 在神的面前 我們就會明白說 神為什麼現在把這個環境 加給我們 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會 祷告說 神娘趕快拿掉這個環境 你要怎麼樣 然後或者是 再舉個例子 是夫妻之間 可能會說 神娘你幫我教訓 教訓我的老公 教訓我的老婆 這個就完全 真的是不合神的心意 也是我們的裡面 聲音很大 所以是當我們明白 神為什麼把這個配偶 放在我身邊 神要看到的是什麼 神的心意是什麼時候 我們就能夠 也把自己的那個聲音 壓下來放下 而繼續明白神 我們就會更知道神 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那第三就是 我們要追求我們的生命成長 大家在一起讀 正是神的兒子 得以長大成人 滿有基督成長的生良 我覺得這個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其實這三個都很重要 然後也在我的 過去生命當中 會發現 其實真的跟我們的生命 成長是成正比的 就是我們的爸爸媽媽 總不會在我們是baby的時候 跟我們講一些 好像很 我們聽不懂的事情 比如說跟我們講什麼 國際政治 跟我們講COVID-19 小孩子聽不懂 我們不明白 然後我記得這個時候 我就可以再跟你們講故事是 小時候我是一個 為什麼非常多的人 我就經常會問我爸為什麼 我就那時候會問說 我不知道你們 還知不知道傳真 傳真機應該有吧 那個傳真 現在很少在用吧 我以前就問我爸說 傳真機的原理是什麼 然後我爸爸又會說 等你長大一點再告訴你 其實第一次聽的時候 會有點不爽 就是會覺得 你是不是瞧不起 我覺得我不能懂 可是他真的跟我講的時候 我記得 我的大腦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因為他太多的 那一些 數學啊 物理啊 或是一些原理 我都沒有去了解這些原理 他就跟我講 我也聽不懂 就喔 反正就感覺好像是被捲 龍捲風捲上天上 然後甩下來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還是不明白 那個傳真機的原理是什麼 可是後來當 我後來發現我長大一點 我在問我爸 他是會真的告訴我 那時候我能明白的時候 所以我心裡開始就會 當很多事情問他 他跟我說 你大一點再跟你說 我的表情就會變 以前會很不爽 但是後來再聽到這個聲音 我就知道他會 他是真的會跟我講 我的表情就會 就是會很期待 我會非常期待 等我長大那天 所以我心裡也會想 我要快快長大 然後我要快快的去 讀更多的東西 這樣我來明白 我爸爸在講什麼 然後我最多會問他一些 是從商的東西 所以我就會跟著他一起學啊 就是 所以我就發現說 一樣我們 在鼠林裡面 我們的生命成長也非常重要 如果我們沒有繼續追求 我們的鼠林成長 好像就是停在這邊 那我們的鼠林生命 會也會因著 我們沒有去實踐真理而成長 我們去明白 神的真理就會有限制 神就不能在我們音樂做 開啟的工作 所以例如我以前也會 我以前先讀新約 再讀舊約的時候 這是很多新朋友 會有的一些心路地層啦 我自己也有 所以我在讀舊約的時候就 哇舊約神跟新約的耶穌 太不一樣了 所以我不願意讀 先放一遍就不讀 然後就安慰自己 一直讀新約 新約一直讀 可是我閱讀新約 我不去讀舊約的時候 我會不明白 神他為什麼會責備 那時候的人 神為什麼會有懲罰 那那些懲罰責備 就會在我的想像裡面 就我完全不能明白 神為什麼會去責備他們 但是聖經沒有說 神是不會責備我們的 神是會 可是神的責備跟指責 他是帶來的是盼望 他帶來的不是恐懼 當然我們因為敬畏他 我們當然裡面會有 因為敬畏嘛 我們當然還是會怕他 可是那個怕 不是人生沒有盼望的怕 是帶著信心的怕 那我也想講的就是 當真的我們去 讓自己的生命 給神有個空間去開啟 那我們就會更能夠 更多的啟示會進來 然後使我們的生命 也不斷的成長 真正的知道神 也認識神 那最後一個就是 想跟大家討論 就是一個主權 我們有時候 在禱告的時候 會不會去控制神 要行事的方向 或是在禱告當中 我們不願意去聽神的聲音 有些人可能是害怕說 這個聲音可能 不是他想要的結果 可能譬如說 我想要A 可是神就給我B 我就是不想要那個B 所以我偏要我的A 那我就要先要跟你們講 一個主權還有責任是 如果我們選擇我們想要的 結果是你自己承擔喔 但是有個非常不一樣的是 如果我們選擇神想要的 神一定會負責到底 無論你今天遭遇什麼 只要你選擇是他想要的 他一定會 一定會幫你負責 因為當我們完全降伏在他面前 完全跟隨神的法則行 然後我們一切的決定 也都是在神的裡面 你會知道 我們就會知道 很清楚知道神 要怎麼帶領你 怎麼引導你 你也會知道 行在神裡面 曉得神的能力 曉得他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在這個世界上 都作者為王 如果當我們真的曉得這一切 我們就不需要去害怕 我們會遭遇到什麼事情 或是因為害怕 而出現我們內心很恐懼的事情 但是當我們如果真的相信 所經歷的一切都行在神裡面 你就不會很擔心那個結果 你不會說 這樣就是好 這樣就是不好 而是無論什麼樣的結果 在神裡面 神都看為好 我們就不會恐懼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保羅他會向大家祈求是 神你把這個智慧還有啟示 給我們的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我今天講到 就是到這邊 那我們一起 想邀請大家可以一起閉上眼睛 我們一起來尋求神 然後一起來聽 神在今天 要來對你們 每一個人 要來說什麼話 主耶穌 然後就是來禱告你的聖靈 現在來對每一個人來說話 我們來開啟何人說 主耶穌 主耶穌 你來開啟他們的耳朵 開啟他們的心 開啟他們的頭腦 開啟他們的眼 來看見 我也祷告我們的每一個人 來到你的面前 千非的降伏自己 我也邀请大家 如果你觉得很需要来到神的面前 真的想要来 体偿那个完全的降福 你说神我愿意 我真的愿意来降福在你面前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邀请你 你也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来为你们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主要就是把这些 手放在心上的弟兄姐妹 照着在你的手中 主要我来祷告 你来亲自来给他们 自给他们智慧的启示 主要你来开启 他们心里面的眼睛来认识你 主要我来祷告 你把我们里面的自我 不是选择压下去 而是愿意的 真的知道认识你 真的认识到你是 那个值得我们敬畏的神 而带到你的面前来降福 主要我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不害怕跌倒 主要因为我们即便跌倒 我们也是跌在天父里的脚前 主要你是那个愿意 提拔我们的神 你是那个愿意拯救 大救我们的神 主要无愿遭遇 什么样的环境 主要我就是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颗谦卑的心 来到你的面前 你们都放下我们自己心中 那些骄傲的 放下那些自己 好像很想要的 主要是我要 要来祷告 你要他们真的来经历你 经历到你是一个丰盛的神 你是那个慷慨 愿意给予我们的神 主要你也开启他们 还没有认识到你 其他属性的部分 把他们的那些的恐惧 都来挪去 用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然后当中我也想要邀请的是 我在祷告预备的时候 觉得要为几种 你有在这样的情况的人 为你祷告 你经常处在一个焦虑害怕 是好像不管什么事 都经常容易焦虑害怕的人 你可以把手放在你的心上 然后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就祷告你平安的灵药 来吃在他们身上 我觉得在为你们祷告的时候 看到的是 你们就会选择站在原地不动 然后不敢往前动 好像对你们来说 你眼睛看到前面迈出的那一步 好像是悬崖边 你就是会掉下去 但是主耶稣我要来祷告 你就是要开启这些人的眼睛 你要让他看到 他往前走的那一步是什么 然后主要我也祷告 你把他那个眼睛 一直在盯着自己的情况 轻轻地用你温柔的手 你来去扶起他的头 你让他看向前面 他没看到 他没注意到的那个 充盛的风景之后 所以说我现在也祷告 就是来让他们看到 他们人身前方 跟随你这个丰盛的风景 所以我要祝福你们这些人的灵 到你们的魂和身体 完全与神对击 我要祝福他们的灵 知道在你的恩兆有何等的遗忘 因为你已经拣选他们 我要来祝福他们 就是在听从你的话语 所行的每一步 每走一步 好像就跟神的那个关系 是叠加的 我走以后就发现 这个真理是这样 然后我再走一步又发现 甚至你这句经文 讲得好像真的是这样 而在你的每一步踏出去的时候 你要来经历神 你在经历神的过程当中 我要宣告那恐惧是没有的 而且我现在就要宣告 那个恐惧就是要来离开你们 那个担心害怕 要来完全离开你们 因为叶尔华是那个 宣文平安的事 他已经来跟你同在 同意是基督民的祷告 然后我也想为一些人祷告 就是 感觉像是 你好像不知道人生要怎么选择 或者是说 经常在祷告里面 就是觉得我听不到神的声音 然后觉得 好像这些方法我都知道了 我都试过了 可是 我好像有点无能为力 就是有一些状态 会觉得说 我死好死不好了 这一种状况 如果你有 你也把这个狗放在你的心上 我来为你宝告 现在主耶稣 然后我就是把这些的弟兄姐妹 要拖在你的手中 然后我要来让他宝告 你要来清楚地让他们知道 主耶稣是什么 然后我也祷告我以前 在他们的读经 在他们做梦 还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你来对他们 然后我也在祷告当中 听到神在对你们说 孩子们 不要来献致我的作为 不要去追求 好像是要用感受 用意念 用意象 用做梦方式来听到 我对你说话 我要对你说的话 很多真的都在圣经里面 很多都在那里 我在等你来翻开 我在等你来找我 我在等你 所以我要对你们说 不要限制神的作为 神真的在跟你们说话 你们是一定能听到 神的配音 然后我也要为这些人来导告 他们在曾经听不到 声音的那个日子里面 可能会选择 用自己的方式 不是听了别人的建议 然后就是在 就是很像那个 在摇摆的草一样 风 这风从那边吹 往那边倒 然后往那边吹就倒 然后就是一直摇摇摆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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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哪个风 无论往哪个方向吹 你们就是这样子摇摇摆 然后我就在祷告 从今天开始 他们的生命根基 要扎根在你的话语里面 他们的生命根基 要扎根在你的盘石 因为你说你是我们的盘石 是我们的道路 跟你的盘石 所以我就找到 真的是你来开心他们 在他们的过程当中 真是把启示放在他们里面 他们看到是除了经文 这句话之后 背后的神你要来 提示他们是什么奥秘的事情 把你亲自在圣经里面 对他们每个人说话 我们的手指都明明 那我们特别谢谢Mandy的分享 就好像Mandy她所说的 当我们当她的马 就是Mandy每天都 她爸爸会去喂食物 所以她的马就会认识 她跟她的爸爸 如果我们想要来 更多的来增进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要来跟祂说 现在天佛我需要你 耶稣祂说 我们人活着 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的话 当我们去研读神的话 当我们在祷告中 来跟神联解的时候 我们就是在吃灵粮 就是在汲取 我们在属灵里面 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所需要的养分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跟神祷告说 主啊 主啊 我们需要你 主啊 主啊 我们真的渴慕你的时候 神 祂就乐意地把 祂的启示来赏赐给我们 每个人 所以我也要 在最后要为每一个弟兄姐妹 来祷告 主你释放 一个极深的恩典 一个极深与你连结的恩典 主啊 你就好像 让我们好像婴儿 渴慕淋奶一样 主啊 我们就是能够 来到你的面前 来吸取 那个在属灵里面 在我们内心 在我们灵里面所需要的养分 主啊 你让我们不只是 吸收养分而已 主啊 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依偎在你的怀里 享受与你之间的亲密 主事的主主 我们赞美你 主啊 你还保守 看顾我们弟兄姐妹 主啊 接下来一周的生活 主啊 我们赞美你 让荣耀 颂掌 爱乐 归给你 这样子 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 我们接下来